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汉字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这个中文字的一个博弹精神呢 那除了它的这个内涵之外 就是我们这个字 它本身就是看上去是非常美观的 那么它的美观就在于一个规范和一个均衡 那我们会知道在比如说这几个字里面 对吧 这个字面框 这个红色的字面框 它的大小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实际上 里面的文字 它所占用的面积 它是不一样的 能不能理解 就是虽然说字面框是一样大 但是里面的文字 它所占的面积不一样 那么它所占的面积不一样的话 就会干嘛 就会看上去 让我们感觉它的大小不一样 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会出现一个不规范 或说不均衡 因为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在这边随便选择一个字 选择滚滚沾沾通式水 对吧 那么如果说这个字 他们看这些字看起来是不是大小都是一样的 就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好看 非常美观 那如果说我干一个这样的事情 好 我去把 比如说 好 放大 缩小 放大 放大一点 缩小 好 那我问大家好不好看 来 这个好不好看 如果说你的这个文字 或者说你的这个看书的时候 它的这个文字大小看起来大小不一致 你会感觉怎么样 很凌乱 对不对 非常的不美观 那么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规范美和均衡美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来看这里 就是从这个几何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文字去看成一个几何图形的话 那么大概的话就是最典型的 它有四类 就是方形 就是正方形 菱形 圆形 以及三角形 就是这四类的形状 那么这几个形状 我们知道 它们的面积是不是一样的 我问大家 它们的面积一样吗 不一样 对吧 就是同样的高和宽 对吧 同样的高和宽 它们的面积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正方形 它是最大的 然后菱形最小 所以说 在这里 如果说你想要保持 你的这个图形的面积 就是看上去 同样的大小 那我们干嘛呢 就得按照这个菱形来进行设计 而不能按照它的这个大小来设计 又如果说你按照它的大小来设立的话 那么菱形 它就怎么样 菱形会怎么样 这个字就看着比较小 比如说 就像这个 田令卷上 对吧 它这个田字 它的字面框 是按照它来的 那你看这个 这个令字 是不是看着就小了很多 对吧 这个卷上是不是大 比它大 这个上是不是也比它大 对吧 那么这个中间这个字 就显得非常的小 就不合适啊 好吧 所以我们要干 那我们要怎么去调整呢 就是把这个林字 用它来 约束啊 用它来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标准 或者说你认为一个尺子 然后呢 对其他的进行 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好吧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 对吧 好 怎么去调整呢 比如说这样 对吧 你看 这是零星的资面框 我们调整完之后 然后干嘛呢 把它适当的去进行一个缩小 看到没有 然后往里面收一收 往里面收一收 往上面抬一抬 对吧 就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看这样调整完之后 这几个字 它是不是看起来就 大小就差不多了呀 对吧 调整之前 调整之后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来随便的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前面打的那个字 滚滚残量浓水水啊 我们选择一个 比较粗的一个四元黑体啊 好 然后肯定家是这家 哦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你去看啊 对吧 这个地方 这个上面到顶点的线 对吧 它们两个是上下都到底的 你看这个长 你看这个地方 怎么样 它是不是有了一定的这个 就是这个距离啊 包括这个江字 你看是不是 对吧 这个江字 这个冬字 是不是它就倒 它也留了一点 对吧 这个是字 它也留了一点 这个水字也留了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就如果说干嘛呢 尽量是按照每个字的字面框 你去进行一个 这样的就是划分 不同的字 就是不同的字 我们就用不同的字面框 能理解吧 比如说 这样子啊 好 好 滚字 对吧 滚字 我就用滚字字面框 对吧 而不是直接 比如说这个长字 或者说这个姜子 而不是直接把这个姜子给它复制过来 那么这是我们为了严谨啊 对吧 当然如果说你只是啊 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字体的这个练习的话 那你为了节省时间 你可以不用这么做啊 但是如果说你是做自己设计 或者自己local 那我是建议这么做 你看这样的一个字面框之后 那么他们两个一对比 你看 很明显就 左边这个要大一点 右边这个小一点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做的这个字 它就会比较的规范啊 好吧 就会比较的规范 那这是呢 我们要去注意到的一个点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 什么呢 注意一个字体的负行空间所带来的变化 那么这个所谓的负行空间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个自怀 或者是自古 对吧 我们一直讲了 就是尽量干嘛呢 不要把这个自怀 或者说自古 你给它放的很大啊 那你看这些字 它其实都是比较紧凑的啊 都是比较紧凑 你看这个是负空间吧 对吧 你的负空间比较的规范 那你看像这里 负空间 它比较规范 不只是它的这个大小啊 你还保证它的规范 能理解吗 就比如说 像这边 这个距离 它是不是跟这个高度也是保持一致的呀 然后保持这里 对吧 你看像这里 那这里 那你看像这里 不只是单纯 单独的 比如说这个字 虽然说你这个字里面的这个负空间 它们的距离 你是保持的很好 但是你其他的字 比如说这个字 这个七字 对吧 你又跟它的这个距离保持的不好 那其实也不好看 对吧 咱们前面也做了这几个案例 你会发现 我是比较注意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的 对吧 所以说你整个字 它的造型 你做好之后 我们呢 后面还调整它的细节 那么这个所谓的细节就是它里面这个负空间 就是这个字怀 或者说这个字骨的一个调整 能不能理解 来这个理解的话 可以可以可以意啊 好吧 那包括这里 对吧 这个的空间 对吧 这个空间 它会和这里 不能说 虽然有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啊 这个我保持完全一模一样 它们的距离啊 它们这个长宽高啊 都是这样的 这样也虽然说很难做到 但是呢 我们尽量保持就是在视觉上 看上去是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能理解吧 啊 你看像这个地方 对吧 它们的距离 对吧 这一块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一定要明白一个点啊 包括像这个蓝色这里 好吧 包括像这 你看左边 对吧 这个距离 它们肯定也不是完全的一样的 包括像这上面 对吧 它们这个距离 不能说完全一样 但是起码呢 看上去 它们的差别不很大 能理解吧 所以说这个呢 是一个注重它的这个封印空间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就是我们在自己设计的时候 要保证基本的规则 那这个所谓的基本规则 咱们前面讲过了 就是自行 然后保持 就是这个字面框 这些东西 对吧 字的骨格骨架 这个重心 这些东西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规则 对吧 在这个的前提下面 然后去突破创意 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有的人会说 老师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它来呢 首先第一个 你作为一个新手的话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对不对 你只有熟悉了一定的规则之后 你才能够去创新啊 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 你连游戏最基本的这个 这个游戏的规则 有些的一个条件 你都搞不清楚 你就自己乱来 自己想着去创新创意 你觉得能够创意的好吗 对吧 你都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基础啊 没有这个骨架在这里 你怎么能够去创新呢 对不对 好吧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规则它是怎么来的 尤其像我们这个中国的汉子 是几千年的文化 几千年的这个文字 给它演变过来的 那你觉得几千年的演变 比不上你几个小时的思考吗 或者是比比不上你这个几十天 几个月的思考吗 你觉得哪个 他觉得哪个 更加的有这个指导性点 是不是几千年的这个文字的演变 他更加的有指导性点 对吧 是那么多的前辈 那么多大神 给他把这个字体 给他养护过来的 能理解吗 对吧 所以说咱们有时候呢 这个规则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当然这个规则 它后面会变 但是呢 我们暂时不用去管 我们先按照这个规则来就行了 好 然后呢 任何美观的一个字体自行 它都有着合适的一个复兴空间啊 就咱们前面讲的 然后我们刚比造次的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通过一个初始的线条 我们这个初始的线条 你可以 非常丑陋 但是我们后面调整的话 那么你就注意 对吧 它的粗细 它的空间 它的笔块的这个比例 什么的 是不是都可以调整啊 对吧 好吧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比造次一个非常基础 或者说啊 一些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啊 好吧 那这里咱们也布置一个作业练习啊 咱们前面的作业的话 大家一定要做 做完之后 我会给大家去啊 点评的 有不懂的 也可以来问我啊 好吧 就是设计一个相应的字体 那相应 提到这两个字 各位会想的什么 是不是星星相应啊 对吧 对 就这两个字啊 星星相应 这两个字 看你们能做什么的一个效果啊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是用刚比造次去造啊 不是用举名造次 这里忘记改了啊 可以做些严整 然后同样的 还是要干嘛呢 分析领摹 咱们今天讲的一些案例 咱们做那个案例 你可以去领摹一下啊 好吧 然后每日的一个精进 就是领摹 对比 分析总结啊 一定每天要坚持一组字 好吧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比造次的一些写计法 后面我们会 我会不断的去啊 做一些这个刚比造次的这个案例 大家也可以来啊 看一看啊 就是你可以先直接照着我的来模仿 对吧 然后你自己再去创新 自己再去做一些适当的创意 都是可以的啊 好吧 再见 谢谢大家